Hello,大家好,我是快乐的小燕子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朋友Alex家 来参观他的院子 他是一个分享种植经验 给我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我知道他家种的东西很特别 所以我们今天慕名而来 我们来看一看他家有什么宝 好,Alex,这棵是什么树啊 栗枝 什么栗枝啊 英文名字叫做Street Hot 跟平时我们的什么栗枝名字都不一样 这是在我不知道中文名字叫什么了 有人可能说翻译的时候 非子孝或者之类的 他的名字叫Street Hot 是非子孝的栗枝 接下来一棵是龙眼树是吗 这个是ice cream bean ice cream ice cream bean 好像一个豆子结豆子 里面是剥开可以吃的 这里还藏了一棵这么一个特别的树 是冰淇淋豆 对冰淇淋豆 从来没见过 这个树好特别 这个像豆子的 结果是像一个豆子尝尝的 尝尝 那怎么吃 就把它剥开就可以吃了 里面有里面肉就可以吃了 是白色的 白色的要煮过才吃什么 不是生吃的 这是果 这是果 不是 冰淇淋豆不是蔬菜 是掰开来就可以吃的 冰淇淋豆 冰淇淋豆 这英文名字叫什么 ice cream bean ice cream bean 哦 那这种种子到哪里去买 啊 网上买 那时候给你啊 不是 很容易活的 不是 朋友要去买在哪里买 网上有买吗 网上有买 哦 你要打一下ice cream bean 就可以了 上网ice cream bean 有了 哇 这个很特别 哎呀 我们不说 叉枝就可以活吧 我没叉枝过 所以要加结 可以加结 不过 它是很容易活了 这个大概三年而已 三年这么大了 所以根本这种树 用不着去叉枝 或用种子种就很容易 结果了 那你下次结果枝的时候 拍些照片给我们分享 分享 啊 这个是龙眼树 是吗 这是龙眼 这是什么品种的龙眼 这是夏威夷那个品种 哦 夏威夷那个品种的龙眼 哇 这个今年很多 很多果汁了 这个是什么 什么葡萄 这个就叫龙珠葡萄 龙珠葡萄 因为我看那个叶子 跟普通的葡萄不一样 它是美国这种品种 美国土生品种 哦 有结果吗 有 哦 这个没有 这是我用种子繁殖吃 哦 用种子繁殖吃 还有几个在另外一边 那你这个藏在这里的什么 什么宝树拔拉 水晶 水晶拔拉 哦 水晶拔拉 哇 也是好品种 一般市场上都看不到 不好的不要 不好的不要 我知道你藏的都是好东西 这里面一颗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黄皮 黄皮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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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黄皮果很大了 这种子种的还是高压的 是用种子种的 不过我已经嫁接了 哦 我嫁接了 你看那个有一个价接点在那边 哦 看这价接点在哪 这里 你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种子种的话 要很多年才能接 那价接过的话 价接点在这里 这个价接 价接的很好 这下面就是种子的 这上面是价接的 两个都有了 那到时候 我是喜欢留原生种子的 可能有时候变种变得更好 所以我通常是会留一株 哇 的原生种 哇 这个好聪明 就是一棵树上有两个品种 一个是原生品种 一个是价接品种 你价接品种上面 价接了什么品种 我自己家的 我自己有一颗 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种 也是当年 我是也是用种子发苗的 大概有十多年了 所以因为很甜 所以我就还不错 我就用它来价接了 哇 自己家的品种 自己家的好品种 价接原生种 学习了 还有什么好东西 这里 就是其中一颗加宝果 这个是加宝果 这一颗是加宝果 它树跟树 加宝果是树葡萄 对 加宝果就是树葡萄 树葡萄就是加宝果 我们很少碰得到 很少看得到 这棵树还没有看到开花 没有 这个要七到十年才开花的 这个是种子种的吗 对 这是用种子种的 种子种的要七到十年才开花 那你就是一直这样养着它 对啊 因为它的根部不是很发达 所以用小盆子都种 所以加宝果最适合是用盆子种 浅耕的 对浅耕的 这也是龙眼 这是广东名产的叫做楚龙 楚龙 广东的名产 这是广东的名产 楚龙 龙眼 我这里有两个栈木 两个栈木共一根株子上去 你自己嫁接的 不是 我买回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你看两个栈木 一根栈木 所以它会长得比较快 两根栈木 粘在一起了 我看到了 摸到了 它是两棵把它靠接在一起 所以两棵树的营养 直接供到这一个杆子上了 然后在上面再做了架接是吗 对 这个种子 这个食生苗是你自己培养的 对 厉害了 这根栈叫做 英文名字叫做 Jasmine Stripe 但是非常非常远的那种 直接就可以 咬了吃的 很远很远 很脆 也脆也很远 就是牙齿咬了 可以啃的吃的 对 就是很多甘蔗是太硬了 吃不动的 那这个甘蔗是可以咬牙齿咬了 就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甘蔗的颜色也很特别 哇哦 好棒哦 这个 我很少见到养人有了 那是 我们在 这个也是同样一种是吗 同一个 因为我每年都吃了嘛 那下次要给你药个苗 这是我 我自己用种子种的柚子树 这是什么柚子 沙田柚 那个种子是用沙田柚的种子 哦 那这个是沙田柚 没有变味的沙田柚 种子出来的 我不知道变不变味 我是用种子种的 因为我裂过 裂得太厉害了 这个 所以还没吃过 我说我今年尝试 袋子套了几个 看会不会怎么样 哇 这个树好大了 多少年了 13年了 13-14年了 我当初买这个房子 那时候营养了它 它四五年了 后来我又在这里面有十年了 所以有十五年了 哦 那这个是什么树啊 这个就就是说 呃 是什么 释迦果的 品种 哦 释迦果的一种 Lisa 啊 Lisa 啊 这个已经开花了 你看有花 有花了吗 哪哪哪 连果都不知道 你看 这个不就是吗 它这个是有想 有想粉红粉红的 那有两个花爆了呢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受粉了 哦 哦好多了 哎 看看 这个不是 哇 这个又是什么 这也是去市价了 哦 这个市价开好多花古都来 我是用来练习 我的价格是技术的 所以这边挂了很多品种 啊 连果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品种 哇 这个高手在民间啊 什么品种都有了 哇 再转过来 真是密密码码的 呦喂 要来看看喽 这又是什么东东呢 这个是什么 啊 呃这个是Cherry 哦 樱桃 呃叫做Crimson 呃 在这南家就可以结果的Cherry 有结果果吗 今年还没有 因为我前年才买回来的 所以 之前那个那个谁啊 那个主人 没有好好照顾它 所以 快快哭死了 哦 那现在给你养的 现在给你养的很好 现在看明年吧 看明年会不会结果了 啊 那这个白了是什么品种 呃 珍珠 珍珠 哦好吃 珍珠 哦 这枣树 哎呦 这个两棵枣树 对 一个葫芦枣 一个月牙枣 哦 马牙枣还是 马牙枣还是 马牙枣 马牙枣吧 应该 马 哎 马牙枣 我看到了 马牙枣 哦 你这个马牙枣 这个葫芦枣 呦 那个葫芦枣是要整了 长了 那时候的果子就像葫芦那样子 已经吃过果子了吗 我们还没有 啊 今年才开的第一年开花 哦 我是买了没多久的 哦哦哦哦 哇 这个是什么柿子 柿家 哦这个也是释迦 哦哦 看到了释迦花苞 哇哦 这里面是黄皮 也是黄皮啊 种子 种子种的黄皮啊 种子种的它长得比较旺哈 但是要嫁接过以后才会结果子 比较快 早点结果就吃了 对 这个呢 这个是啥 也是啊 同一那一颗 没有 哦 这是 这是 那个 那个 四家 四家 那个是 枸杞 枸杞啊 对 是果的 不是吃叶的 这个是 这是枸杞 枸杞 我们家枸杞已经吃了好多了 哇 你这里面很多的拔辣苗 这是我用来练自己 枸杞拔辣的 吃叶苗 太厉害了 这个就是 也是什么 四家 一个是 阿不更坏 一个是 Gitner 这是两个 在这里上 哦 这是台湾青枣哈 对 叫做苹果 苹果 苹果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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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叫苹果 有结果了吗 没有 我说了 我的枣是 前年才存买回来的 所以 今年应该差不多时间 哦 苹果枣 我今年也有 我今年也有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了 你看这个花 这个什么也是价 不是 这个叫做老虎果 你看这个 老虎果 对 哎呦 那个花很特别 在底下 那个东西在 哇 这个花 这个花很特别 这个就叫做老虎果 老虎果 叫黑老虎了 黑老虎了 哎 这是属于什么 是藤类的吗 哦 是藤类的 藤类的是这个呢 这个也是啊 这是同一棵吗 对 它分 它可以说 放很多侧芽出来 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 不是 那个是四家 我给它喷糖在这上面 哦 这个是四家 对 哦 我给它爬 哦 这棵是四家 我就想这棵是 哦 是 这棵是四家树 爬了这个藤 这老虎果藤 爬在上面 对 所以它是树莲树 藤莲树了 哦 哦 这个是老 什么叫 什么锅 黑老虎 黑老虎 那果真是长什么样 哦 像 像菠萝 像菠萝 对 嗯 跟菠萝一样大吗 不是 它是一个圆球 不过 形状是菠萝 是一片一片的 可以拿 拿出来吃的 哦 像菠萝那个 那个形状 外形了 不过它是一个圆圈 黑老虎 听都没听过 看都没看过 真是 长见识了 哦 这里面还有 哦 这个是石榴 这个是桃子 这一棵就是 这个什么葡萄 这个就是我说的 不是 龙珠葡萄 哦 龙珠葡萄 就里面说的那个 小龙珠葡萄 这个是结果了 对 开很多花了 哦 这是龙珠葡萄 这个 这个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虫害 这种是没有虫害的 哦 它的果子是小果的吗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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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现在是刚刚开花旗 对 它开的比较比其他葡萄要晚一些 对 哦 它是在 在 在 是本土葡萄了 这是最新品种叫做 Wuby Crispy Red 好像这样 我忘了 叫Wuby Crispy 很脆的 很好吃的 哦 哦 这个是什么葡萄 巨峰 巨峰 哦 这个巨峰长得很大了 啊 这个我没时间管它了 你用套袋吗 等它快成熟 那我就要套袋了 因为它现在还不用 这是油桃 对 种子种 种子种的茅桃 不是油桃 这是用油桃的 油桃的种子种 那不错 多久啊 三年左右吧 那不错 可以了 我还是用盆栽种的 哦 在这里 这里一个大概是石家人的盆子 差不多了 下面放一个水盘 那这样的话 它水就不会干掉了 你看它每一个都放水盘 这个红宝石巴拉吧 对 是教教老师的品种 我是冲 做着老师买果子吃的 用它的种子就预了 哦呦 你看有两栋 有两栋挖在这边 哎呦呦呦呦 是我 几年了 这个啊 一年半 一年半就有果子了 一年半 你看了 看了 看了 你看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哦 那这个厉害了 我在教教老师那边买了 今年也有 也有果子可以吃了 你为什么要放那么多花生壳 在盆里面 锁水吗 一来锁水 二来它是发生盒子 它自动发酵 它都变得很有营养了 它就上面铺一层干的树 干的东西 就是让它水不要蒸发掉的意思 是不是 不用蒸发那么快 嗯 这个是什么橘子 长得那么漂亮 我找不到 英文名字叫做 X-I-A-S-E-N 这是一种特别的举子 我找不到中文名字 这是曾经在美国参战了 参加比赛很多汤 你赢了第一名 哇 冠军 冠军 冠军了好几年了 哎呦 这个品种 哇 哇 这很特别 这是可以在外面买 买那个枝条 价阶条 价阶条买 啊 就是到合法的官网上 可以买到这个价阶条 它可以找得到这个 OK好 那下次麻烦你帮我发给我们 我们到时候去跟你学习 去买一些好品种 因为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一定要到合法的网站去买 不能自己 我在你家剪一段去接 是不好的 所以谢谢你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信息 这个是什么花 是芭蕾花 这是 有人叫红芯 有人叫西瓜芭蕾 西瓜红芭蕾 植树 这个也是芭蕾 钻石 这是水蜜 水蜜 水蜜芭蕾 这个是水蜜芭蕾 里面在里面那一棵也是水晶 水晶 哇 你是水晶水蜜 隔壁的25g也是水晶 哇 你在做高压 我的天哪 你怎么那么这个做法 一个两个两个做掉了 在这里再做一个 一个字上做三个高压 你这太高产了 一式做嘛 懒得再弄一式 反正因为太高了 我不喜欢树太高 因为要剪掉又太可惜了 那就高压出来 这个要剪掉 中间那个 资料 它就来做高压 好厉害 这是加宝果 加宝果 这里 这四颗就是加宝果 不同品种 不同品种的加宝果 对 哇 你是收集加宝果 你是加宝果的博物馆吗 我喜欢加宝果 哇 你一共收集了多少颗 我现在有五十几颗加宝果 我的天哪 五十几颗加宝果 哎呦 那不同品种吗 这个品种应该很少见到有 在应该说中国人很少有了 这啥叫做 Barbaydo cherry 它是樱桃吗 呃 是 叫做巴西樱桃种的名字 哦 它长得跟樱桃一样吗 对 跟樱桃一模一样 不过这个品种很好管理 那它会结果很多 它的维他命C比橙子还高 高时被听 这只在网上说了 对 哦 那有结果果了吗 有 哦 那看那个红色小花朵 就是它的开花 哦 看到了 一年也可以开三到四畅果 看到开花了 天气一热它就开花了 哦 也不用怎么管理 哦 那跟那个樱桃长相有什么不同 差不多 呦 真的 跟樱桃长相差不多 口感呢 口感比樱桃差一点 哦 那营养价值好 营养价值很高 这个也是加宝果 哦 这个也是加宝果 加宝果也叫树葡萄 树葡萄 哦 这是飓风葡萄吗 对 哦 这个长得漂亮 哇哦 那这个是幼枝树吧 对 这个是幼的 这是种子种的 呃 应该不是 我不知道 这个 我买回来是 只是想要它一个枝条 因为它就说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沙田柚 我找不到 这是沙田柚吗 对 哦 沙田柚现在是很难找得到是 好 这是你家的芭乐 这是我们家的 对 呦 啊 下来至少有两年以上了吧 呃 没有两年以上不会有那么多果汁的 有可能吧 对啊 我们家这个果 我们家的这个果汁就产量高 你看我去年一棵树结300多磅啊 啊 你厉害 我这还小 我这个 我这个 你还在做在那么小的盆里 呃 因为它高压下来 我们就放在五家人的盆里啊 然后它没有动过啊 你看在它家 它会种呀 你看它这下面 接了那个水盆啊 营养都不会外流啊 你看那个两年多的果树 高压下来两年多的果树 有这么多的果汁啊 哇 谢谢你把我们家的果树养的那么好 我喜欢芭樂 所以我很喜欢收集 不同品种 所以我们家的芭樂树什么品种也不知道 就是好吃 所以我今年没有做高压 我去年高压了很多 我去芭樂我太多了 你不做了 加那个柚子 我我只是用它来擦枝 这是擦枝擦活的 所以这个如果自己家有好吃的种枝 柚子可以擦枝 也可以擦活 那你擦枝的经验是要怎么样擦 才能够擦的比较容易活 我拿个盆子给你看 谢谢 我是做了像一个小温室 小温室那种 这是我准备做别的 还没有 我做了没多久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而已 所以我只用那个所谓 party mix 不是party mix 是用椰康 椰康加上芝食 对 白色的是芝食 那个咖啡色的是椰康 它只是加椰康 你下面还会放托底吧 有 下面放托盘 上面放一个小架子 这个不是番茄 这个不是番茄的架子 这个就是很mini型的一种 原意的一些架子 那然后是那个塑胶袋 那个套袋的时候 可以套有颜色的袋吗 不是不要 一定要透明 为什么一定要透明呢 因为它黑的话 你没阳光的话 那植物就不会怎么长 所以你看 它剪的枝条 它是留几个芽点是吗 对 你留两个芽点 最多 最多留两个芽点 它不留太多的芽点 那你看它这些果树 都是它自己擦枝出来的 所以它擦枝经验很丰富的 那我们在它那边 也可以学习一下 它这个擦下去以后 就用一个绳子 把它绑起来 保持湿度 这样就是一个小温室了 它的湿度被保持在里面 然后外面盘子里面 就下面放一些水 就放一点点水 是吗 放一点点水泡在那里 它根也不会烂掉 但是土是保持湿润了 所以它这棵果树 这棵果树 就是它那个擦枝擦活的 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 顺便就跟它取一些经验 谢谢 还有又是 擦枝要擦一年多才生根的 一年 我这个是用一年才生根 所以如果上面长芽的话 不要急着把它拿出来 它上面长的是水芽 是不是 水芽长出来以后 根还没长到 所以你不要去移它 所以擦到一年多以后 才能够去移它 只是这五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柚子树要需要这么长时间 因为我还愿不伤 我拔它 我拔它 擦回去 因为它的树还没干 枝条还没干 所以后来等了一个一年之后 我看到就有根了 稍于一年 所以每一棵果树 每一种果树 它的生长的习性不一样 像我们叫它 芭蜡树高压时间 长根比较慢 有的老师家 三个月就长根了 所以 它用生根粉 我知道 对 生根粉 像叉枝也是一样 同样的 有些东西就会长根比较快 它这个就要一年多才会长根 这个有个是树葡萄 树葡萄有果子了 我们来看看 很多品种 我这里价介了大概有八个品种 这棵树价介了八个品种 我的天哪 你是外科医生 你看树葡萄 可爱吧 哇 你看 树葡萄的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是开的花 看看开的花在哪里 我们找找看 好像刚才有看到有一朵花 这里 哦哦哦看到了 看到有一朵小小的花苞 在这里 我好像是看到了有一个花 这个就是它的花 哦 这个花在这里看到没 嗯 这个花 那个花很特别 有点像那个莲雾的花 都散开的 像那个天女 天女散花一样 满天星星一样 非常的美丽 这个果汁 我们可以摘一个果汁尝一尝吗 可以 哪一个果汁 这个果汁吗 那个已经给虫咬过了 给虫咬过了 给虫咬过了 随便摘吧 我们摘一个果汁 这是我太太吃剩下最小的那几颗 哎呦好硬的 好硬的 哇哦 我们看看 哇这个果汁这么黑幽幽的 哦 摘那么多给我 吃吧 哇哦 我有得多 哦 哇这个软软的可以吃了哈 我们掰开来 我们掰开来看看 我们先欣赏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 哎呦 掰不开 掰的 你要口痒 嗯 哇 哇这个肉是晶莹剔透的 蚂蚁 全是肉 有种子 因为这个是小 所以没有种子 哇 像那个 像那个 那个玉 像玉一样的 晶莹剔透的白玉一样 哇 这个果汁对女生特别啊 滋补 哇 所以你专门送给你老婆吃的 不是啊 我也爱吃 哇 我尝尝看什么味道啊 哇 嗯 哇 好甜哦 听说那个它的营养价值在它的皮 对 它的皮有点苦 有点色 对 有点色 不过它的肉 如果你整颗咬进去 你会好像有点 pop 那种声音出来 嗯 它就会 那个汁就才爆出来那种 它的皮是不是有点厚 但肉是两个世界 没有纸 你这个小的是没有 等它果子大了 就有纸 太棒了 这是红莓 黑莓 黑莓 哇哦 好大的黑莓 这个黑莓是没有刺的 这没有刺的黑莓 哇哦 黑莓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这样 吃啦 还有 好甜 我特别要介绍 嗯 这一棵也是很好的一个苹果 这是什么东西 叫做 Serenum cherry 有人叫做新兴 新兴果 看到果子了 看到果子了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果子 这也是一年可以长好多 好多次果的 你看里面 我看里面栽的比较大 哇 你这个是植物博物馆 给你尝尝 这个是 哇 是姜果的一种吗 你看它这个 是一种樱桃吗 对 这也是算樱桃一种 也是算樱桃的一种 它还没成熟到果子很漂亮 这种颜色很漂亮 哇 全黑了就熟了 没熟的时候 就是这种颜色很漂亮 一年都可以开四到五趟 哇 这个是 这个是树葡萄 这个是 这个特别的 那叫什么樱桃 Sherenum cherry Sherenum cherry 因为它像星星 有人叫做星星 星星樱桃 星星樱桃 有个角 有个角 有个像个五角星一样 有几个零角 对 所以星星樱桃 哇 这棵又是什么 这是叫做桃金娘 桃金娘 桃金娘 桃金娘是什么果子 羊是哪个羊 娘 桃金娘 娘亲的娘 桃树的桃 金子的金 娘亲的娘 桃金娘 它有点类似像什么 蓝莓 哦 类似像蓝莓 那它是颜色 最后结果会是什么颜色 蓝莓颜色 哦 营养价值呢 很高 跟蓝莓一样 那你是不是也要 也要我去买一棵 回来 但这种树很少 我知道 你要知道 我找这一棵树 我找了八年 这个苗很少 没有 市场上 没有 这是我乡下在山上也生的果子 因为我一直很怀念这个味道 我找了八年 我才找到 哎呀 你怎么诱我吗 我要去找桃金娘 我知道谁家里可能还会有一两棵 我知道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去他家挖宝去 这两棵也是加宝果 加宝果 像这株苗 都是 不是苗棚那么美的的 对 这是嫁姐的 你是这株嫁姐 哇 你这是 这个是土羊梅 土羊梅 就是说野生品种羊梅 因为在这边羊梅很难生存 这种野生的话 就比较容易了 那上面你在做嫁姐 对 因为它果子没有那么好吃 虽然会结果 反正我都要到时候 等它长了比较好了 稳定了 我就嫁姐了 那这棵是什么 这棵也是家宝果 这个也是家宝果 我跟你说 我有50多棵家宝果 分布在我家里 每个角落 有人觉得我疯狂的 有人比我更疯狂 那这个是什么 羊桃 羊桃 这是青枣 这个你应该不知道 这个啥 这是叫做 这个是脆掉了 对 这是东枣 叫做 蘸化 蘸化东枣 蘸化东枣 很有名的 因为这个 东枣叫东枣的很多 但是蘸化东枣是很有名的 这个就是 红色的吗 冬枣它还是也可以变红色 它是冬枣 它是在冬天的时候 它才可以吃的枣子 这是一个枣香的人告诉我 他说我要买冬枣树 我说冬枣树就是 就是我们一般苗圃的 那个冬天的枣树 他说不是 他说冬枣就是 真化冬枣 他说这个 在中国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它新鲜的果子可以吃 一般的枣树都已经下市了 但是这个冬枣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吃 所以是这个冬枣是很特别的一个枣树 跟普通的枣树不一样 但我们在美国的话 都是冬枣冬枣 统称的把红枣成为冬枣 但这个冬枣是特别的冬枣 这个是什么 苹果青 台湾青枣 就是台湾青枣 这是台湾青枣 不是 台湾青枣跟苹果青枣 是不是长的叶子差不多 都是绿色的 都是差不多 但是台湾青枣的树干是光的 苹果青枣的树干是有一点毛毛的 这个是荔枝 这个就是糯米池 糯米池 这个呢 这个也是加宝果的其中一个品种 加宝果的小 这个把纳是什么名字 这太过薄了 很大的 好吃吗 后来我吃过做老师的品种 我准备放弃它 以前它是我宝贝 现在已经不是了 比一比就知道什么是好吃和不好吃了 也不知道 这个口感的话 你比过了就知道 没有比较的话都好吃 但是比较过的话 我们就会种那些口感比较好的 因为土地有限呢 所以我们都要牺牲掉一些 不是那么爱吃的 要把上好的种上 所以重新要种果树的朋友 就一定要选择好的果树 不要随便种一棵下去 种了多少年以后都要废掉浪费了 所以这个是 你可以再嫁接 靠接 不是我准备借接 借接做老师的好品种上去 你可以用教教老师的品种来靠接 靠接比较容易 嫁接比较难 我知道 拿来练习技术 拿来练技术 这棵是什么 这个叫我 英文名字叫做 Gumuchama 是巴西的 像是Cherry那种 像Cherry 不过叫做Barbaydo cherry 哇 你好喜欢Cherry类 浆果类的 对啊 这种可以一年 它的 我买它 一我没地方 二营养价值高 所以我特别买了这种 这种很好的 哦 你都是好会选宝啊 好会淘宝啊 这个是有比较特别的辣椒 日本的辣椒 什么辣椒 不是很辣 日本甜辣椒 对 这种 这个 日本甜辣椒 对 好好吃哦 我已经吃过好几次了 教教老师那边买的没有 我只买到两颗 是吗 教教老师 因为那是朋友过来送我的 我就随便扔进去了 他说很好吃的 好吃好吃好吃 材料很高 我知道啊 这生第二年了 哦 第二年了 它是可以生很多年的 我应该种了两三年了 哦 这个可以 你有滴灌 我有做了 现在很懒了 越是树叶越来越多 你会做的 你会做的 进去